am whatnews今日跟大家讲消费者委员会, 大家听消费者委员会这个字, 当然以为它是保障消费者权益, 但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 消费者委员会其实有两个功能, 第一它当然是保障消费者权益, 但更重要的它就是帮各个政府部门查找不足, 甚至可以说是帮政府部门检视它们各自的工作范围上, 有些甚麽可以做得更好, 即是现在所谓的很多时候人家做得差都不会说差, 都是说有些甚麽改善空间那样, 为何我这样讲呢, 其实消费者委员会每个月公布的一些调查报告, 都相当有震撼性, 因为每每将一些名牌和一些普通, 所谓的平价品牌作出比拼之后, 很多时都会令人发现原来平价货未必差, 不过这样,除了这件事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消委会他们在检视这些不同类型的产品 或者服务的时候, 其实帮了很多政府部门, 他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所谓市场调查, 甚至乎很多的检测工作, 看回最新一期的报告, 他将香水拿去验, 看有无致敏源, 结果验出来基本上无一幸免, 但我就在想, 其实香水如果噴在身上, 对于人体健康有影响, 这个是否与食物及环境卫生局, 是否与食卫局有关呢, 另外他做所谓的电热板这个测试, 大家想着寒风煮饭仔的一个好工具, 怎知验出来大部份电源电路安全性, 都不是那麽妥当, 这个是否与基电工程处有关呢, 再讲其实他今次也有做一个 关于信用卡回赠即分的一个比较, 我就在想, 其实这个是与银行有关, 即是金管局的工作范围, 讲到尾, 即是基本上消委会现在每一次做的调查报告, 除了是受益给消费者之外, 对于政府部门来讲, 亦都有一个自然, 或者你可以说是一个间接的边策作用, 就是令到大家觉得, 为何消委会会有这些资讯, 反而各大部门就无这些资讯提供呢, 讲回来我们不如看消委会究竟是什麽机构, 我看最新的年报, 这个机构由十一个管理层组成, 当然它上面有很多委员会, 就有很多义务的社会研达去帮他手, 但它主力其实都是由十一个管理层, 管理是一百五十个员工, 它每年的收入, 政府撥款加起其他, 要么就亿二左右, 即是算起来, 基本上它是要么花一千万一个月, 一千万一个月, 能够做到这麽多的检测, 报告,市场调查, 令到公众引起关注, 甚至乎在紫媒吹淡风的时候, 它还因为某一些调查, 而令到大家抢去买, 搞到那份选择月刊要加印, 究竟政府有没有想过, 要加些迫款给它, 令到它的功能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今日的AMO News跟大家谈到这儿, 我想消委会没有了,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我想对于大家来说, 都可能真的会上街抗议,